大家好,我是林伟雄,我是在美国做了二十多年内科医生的职业医师 当年是在中山医学院毕业,也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水流城 获得过药理学的PhD,也在杜克大学内科医院做住院医师 这是我自己的背景 那另外一个就是ASIA公司是不声明针对治疗和治愈任何疾病 所以我们这样分享的是它对健康的一个帮助 那在现在其实我们不用特别讲,大家也都很清楚知道 到底我们现在很多人心里面对于什么事情是有最大的这个紧张 我们经常被来自国内的问 哎呀,现在这个感染这么严重啊,这么多人生病怎么办 那很多人就说你怎么预防好 到底是要吃什么,要对付这个具体的问题 要怎么样预防这个具体的问题 其实我们任何时候啊,只要就是把在媒体上稍微操作一下 你就可以让我们经常都在问癌症发生怎么办 心血管病怎么办,因为这些都是发生率很高的 关节炎的怎么办,因为当我们年龄增大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这个关节褪心炎 痴呆症的怎么办 所以就是说与其我们这样不住的去问说 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办,这个事情怎么办 一直去想我单独的找到这个办法 其实不如是说我们怎么样改善我们健康 使我们的身体更加不用经常的去担忧 我们面对的这些东西 这里面呢,有一个概念观念的改变 那今天呢,就是说我会比较重点是讲 观念改变这一块 在这里是一个笑话 在这个一个山区的这个伐木工人呢 他们就是要赶在一个时间之前 你要砍到多少棵树 那他们就正在非常的忙碌的时候呢 有一个推销员来到他们中间 就拿了一个他们过去从来都没见过的 样子的句子 跟他们说你要不要试一下这个新的这个句子 当时的伐木工人呢,他们只认识的戏剧 一个是虎头,虎头 一个是这个手动的句子 那他们看了这个新的句子 他说这个句子 你说它跟虎头比吗 它是够重 可是它重的地方是重错了 不是在砍的地方重 而是在另外一边重 跟句子比吗 它中间的那个地方好像又硬度又不够 那到底怎么能砍呢 那这个本来这个推销员呢 想跟他们更详细的解释一下 到底怎么用这个 但是这个伐木工人说 我们已经砍树砍了这么多年了 还用你来教 看你穿着这个样子 就不像一个劳动人民 不像懂我们这一行的 所以他就说好好好 那我就让你们自己试几天看看怎么样 他几天以后呢就回到那里 就说你们觉得我的工具是不是比你们的好用 他们说好用个屁啊 这么重 我们锯的锯的手软的都还没锯到一颗下来 我们还是用回我们过去的那工具 他说怎么可能呢 然后他就拿着那根启动器一拉 咔一声 然后这个伐木工人说 哎 那个是什么声音呢 所以这个笑话呢 大家知道 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发明发现发明的时候呢 我们不能够用过去的那个老眼光来评估这个东西能够替我们做什么 很显然这些伐木工人就拿着他当一般的锯子来锯 那当然是比原来的锯子更加不好用 其实像在我们这代人虽然没有经历过那个工业革命 但是我们经历了另外一个就是工业革命 我们很多人现在对这个手机所能够做的这个运算呢 已经是很习以为常 很少去想 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一个手机的这个运算能力 已经远超过几十年前一个整一个房间那么大的这个IBM的mainframe电脑 而且呢就是现在限制的通常不是在这个你这个手机有多少运算力 而是你的那个叫做signal 你的这个你的这个与互联网连接的这个信号有多强 sell signal决定了你的手机能运行的功能 那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不是就是因为一个相关语英文sell 就是说我们手机的这个这个无线信号 也同时是我们细胞里面最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 这个人体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就是一个一个细胞组成的组织组织组成的细观 细观组成系统各个系统综合组成的你 那所以呢在这个细胞里面它是否健康 每一个细胞是否健康就决定了你是否健康 这个是我们现代医学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 要是我们能够健康就必须我们的细胞能够健健康运作 而我们的细胞里面的sell signal 就是细胞里面的信号能不能健康的进行 决定了这个细胞能不能检测保护修复更新 所以如果我们的细胞不能够正常运作的 没有这些信号正常运作的话 它就不能够做好这一切 所以细胞健康就是它能够正常的细胞运作 而氧化还原信息分子或者氧化还原信号呢 就是最近的30年对于细胞里面功能的最重要的发现 就是说原来虽然说不同的细胞对外的沟通里面 它使用不同的这个沟通的这个手段 就是不同的细胞有不同的神经地质 受体荷尔蒙等等 但是它在细胞里面沟通的工具呢 基本上都是用所有的细胞都用同样一套工具 那就是氧化还原信号分子 或者氧化还原信息分子 这个是一个反谱归真的一个改变 所以呢就是当我们要把这个观念从我们对付身体的疾病 必须说哪一个系统的疾病 我们必须明白那个系统特有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又回到说我们所有的细胞 它发生问题的时候都出在同样的问题 因为为什么生命最根本的一个能源来自氧化还原反应 这个细胞最根本的信息是来自氧化还原信息分子 所以这个环节出的障碍 就是成为了身体健康出现障碍 基本上绝大部分的原因 不是说所有了 就是有些时候 但有一些的这个问题是出在一个外伤 那这个是剧烈的暴力击打 那不是因为你这个系统出了问题 但是即使是外伤也是需要这个氧化还原信息分子的系统去处理外伤的过程 但是呢氧化还原信息分子到底我们有什么办法去改变它 以致增进我们健康呢 那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革命性的健康科技 就氧化还原信息分子的补充剂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角 这个主角呢 既然它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 它就必须带来 要得益于它就要有一个革命性的观念改变 否则的话 我们用过去的观念去想要接受新的事物 就好像拿着一个电锯 但是用手动去聚一样的这个变得余着 非常简单的说 氧化还原反应是什么 光合反应 在这个叶绿素 阳光把水和二氧化碳变成了氧气跟糖 这都是我们身体 人动物身体所需要的这个能源 而当这些叶绿 这个碳水化物 或者其他的所有的营养分子 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呢 它在这个 我们通过肺把这个氧气吸进去 通过血液把氧气带到各个细胞 而血液呢 也把这些碳水化物带到细胞里面 它就通过一系列的反应 我们通常叫做细胞的有氧呼吸 的这个反应 它就把这个又重新降解了 原来的二氧化碳跟水 并且释放出能量 那如果我们要深化学的更多的话 就有这个叫做 这个三四川循环里面释放的 但是用这个图呢 不是为了吓唬大家 而是说在这个反应过程里面呢 它有很多中间的产品 这些中间产品 比如说是这个带有这个离子化的氧 比如说过氧化氢 比如说这个嗅氧 等等这些呢 都是其中必须产生的中间产物 而我们过去呢 常常把这些中间产物以为只是一个没有用的副产品 好像你巨树的时候 刨出来的那些粉末是没有用的 但是呢 在1990年以后呢 就被发现这些好像以为没有用的这个带正电或负电的小分子 原来是细胞内通信信号的重要机制 不但只是通信信号 而且呢 它负责了细胞的保护功能 怎么保护呢 它有一种是活性氧化物 活性氧化物呢 是具有那个侵蚀性的 所以当异物进入到细胞里面 你说我一个细胞把细菌吞进去 它到底怎么样把视讯杀死呢 吞进去之后 如果不杀死没有用 它就把集中的活性氧化物放在这个细菌那里 那细菌呢 就被这个攻击而死 病毒也是这样 而那个另外呢 它又有另外一帮是叫做还原性物种 还原性物种呢 是可以保护自己细胞本身 不受这个氧化应急状态产生的这个伤害 所以就是细胞里面都有一个平衡 它既有这个防护的是盾牌 又有攻击的利剑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可以防止伤害 但是又可以保护自己 那当然呢 就是说这个细胞的健康 就取决于我们的这个线粒体 能够不单只是能够在这个 这个氧化的过程里面 就是氧化这些糖类的过程里面 生产出能量 而且生产出足够的氧化还原信息分子 来使我们细胞处于一个永远是处于一个非常灵活的状态 那如果随着年龄增大和其他的原因 细胞产生这个越来越少了 我们的身体愈合也越来越慢 我们对外界的反应也会迟钝 最后呢 这个就是一个老化的过程 那这些更详细的一些基礼呢 其实就是不一定都很详细讲 这里只是很简单讲一下 我们经常都知道一个过氧化氢 就是双氧水 但实际上它是这个氧化原信息分子里面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所以我们当使用这个 Acea的时候 Ancea的时候呢 其实里面有一部分的这个过氧化氢 也有一部分的这个高露酸等等 但是它是那些成分的浓度的正好是完全的平衡 是跟细胞里面的一样 那但是呢 就是说我们细胞里面需要有这个这些成分的存在 过低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了就是免疫 就受医治 中等的时候 而且平衡的时候呢 我们的细胞工作的很好 太高的时候呢 这细胞的变成非常好战 就很容易就是产生炎症或者是自体免疫反应 病毒性的传染病 也是第一 它造成的这个炎症性损害是由于细胞 这个氧化应息状态的过渡 但是我们又不能够在应对感染的时候 没有这个氧化应激 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杀灭病毒 所以呢 这个如何使这个氧化应激状态是恰到好处 这个就是当我们有非常均衡的氧化行员信息分子 所能够达到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说感染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这个出现症状的反应 而是说这些症状的反应呢 是我们身体抗感染的时候所产生正常反应的一部分 只要它是合理的使用的时候 它不会对身体造成损害 反而是通过这个过程使这个外来的侵略被杀灭 我们自身的免疫呢被正常的调戏起来 然后它完了之后呢 它又能够正常的平复 那所有的就是这个当我们被某一个东西感染的时候 这些反应都通过氧化还原信息分子进行调节 当它失衡的时候或者是对杀灭入侵者的力度不够 或者这个用力太大了自己还闪了腰 引起了其他器官的损伤 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一个洋化人信息分子 它就可以帮助细胞更正常的应对我们面对的问题 当我们健康的时候 我们细胞也不断的处于有一些细胞数量衰老病变的状态 它依然需要这个很健全的氧化 我还原信息分子的系统来保证细胞能够自己修复 自己更新 那在已经知道的这个ASIA做过一些研究的发现 至少在这些方面其实远远多于这些方面 但至少在这些方面呢有证据表明它怎么样改善免疫系统的健康 怎么样使这个炎症反应是处于一个适合的位置 并且不会过度的加强和延长 保证这个心血管系统的健康 血管的弹性 改善这个肠道健康消化酶的生产和支持荷尔蒙平衡 和在这个大脑里面的神经地质的正常工作 所以呢虽然我们每一次都必须讲 它不声明对于治疗和治愈任何疾病 但是对于很多不同身体状况的人 因为ASIA能够改善细胞健康 因此它能够提升身体健康 实际上就是我们对于 刚才回到第一章slide里面是要讲到 我们总是说被外面的环境牵着走 就是说哎呀现在我们面临最可怕的是这个问题 等一下明年可能又面临另外一个最可怕的问题 我们总是在寻找 我们对付这个问题怎么办 对付那个问题怎么办 其实我们说如果我们的身体是处于一个 足够的健康状态 多数我们会面对的问题 是能够靠我们身体自己修复的 毕竟我们神设计这个身体的时候 已经设定了一个修复的功能 简单举一个例子 抗菌术能够治疗细菌性感染 并不是说它能够使这个感染完全消逝 而是它抑制的这个细菌 没有那么快的进行繁殖 这样我们体内的自己的免疫系统就能够足够的应对这些细菌 然后对付了细菌之后还是靠我们身体自己去把它修复 好 西尔的研究呢不是一种改进而是一种革命 我们刚才回到说就是说像这个从这个工业到信息世界 这个是一个革命 使我们想到说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跟过去的完全是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去衡量 那 而西尔的这个研究呢也是它是给我们一个多种的信息分子 而不是一种 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希望你准确的说到底哪一种有效 不是这样 因为身体里面每一个东西都是一环扣一环 在西方的科学呢就喜欢就是说我这一个具体这样东西到底起什么作用 但是当你研究到细到细胞里面的东西 这些成分相互作用的时候 你不可能 因为为什么 当你改动其中一个的时候 它必定会引起其他的有一个连锁反应 这是我们的这个极限 当我们只是想要改动其中一个的时候 它必定没有办法控制身体其他的这些的 对于你改动某一样东西的反应 所以呢 西尔是恢复正当正常应该有的这个含量和平衡 它不是说有刻意的提高一个让你增高免疫力或减低免疫力 不 它是要平衡你的免疫反应 那为什么我们不把它这些分离出来 然后一个一个的补充 这样我们就更决定哪一个高哪一个低 但是因为这些分子都是不稳定的 只有当他们在一起 在相对接近他们本来的native环境 他们本来在身体里面的环境 他们才可以平安的和平相处 如果你把一个分离出来 你根本不可能这样做到 那那你就说如果我这个已经是氧化应急 我实际上是因为它这个氧化剂更太多 是不是我只是给这个抗氧化就更好了 为什么我要给平衡的补给呢 你想一下4对2是一个严重的不平衡 但是我每一边都加上10的时候 14对12呢 这个平衡性不平衡性就小得多了 这样就能够使细胞能够克服其余的不平衡现象 当它这个不平衡比较小的时候 细胞能够自己去克服其他的这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到底我是精准的干预 还是让身体去做工作 因为现代的医学都非常 好最后两三分钟 非常愿意就是能够精准的干预 我很准确的是调整你这一个地方的功能 那非专业人士呢 很会容易被那些高大上的专家打动 就是一不断的就是说 我这个有一板新药很精确的攻击某一个地方 能够治疗这个 但事实上任何的新药 他说他有效的时候他都必须用这个叫做随机对照的试验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我不知道一个药进入了身体里面 到底身体对他做什么 他能够对身体做什么 所以这一个事实就承认 我们不能够确知进入身体以后 到底这些身体里面这些一切如何运作 我们只能说我们知道身体在疾病状态下肯定需要更多的养化化肝源信息分子 因此当我们补充给这个身体的时候 身体就能够按照神设计我们身体该如何运作 他就如何运作 他会按身体最重要的优先事序去解决身体里面的问题 其实我们摄入营养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身体会把这个营养素先放到哪里 我们也没有办法靠我们的主观意识去指挥他 但是呢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身体比任何人的主观意识都更有兴趣解决健康问题 他需要的是有足够的原料有足够的工人 这个Asia就是提供足够的工人 我们用的其他的营养品是提供原料 最后呢让身体按照神的设计去改善他们应该改善的事情 对于我们专家来说 我们就谦卑的说身体里面发生的事情 很多时候我们希望干预 但是说长远的看来 我们很多的干预到回头看都是好心做了坏事 还不如把这些需要的东西给身体 让身体按照神原来的设计去改善他们 这里呢有几个这个见证 我想呢今天其实呢可能就是让我们的这个 使用过Asia的这个弟兄姐妹来先做一个见证才好 那如果是他们讲了之后 我们还觉得需要更多的这些图片补出 我再再使用他们 好 好那下面呢就是我就让那个 韩金姐妹来讲一讲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经历 好吧 好的 是这样吧 就是我们家大概是在前年 2021年 Sex Gaming的时候 就当时就有病毒感染 然后呢我跟我先生呢 因为我们有用药 有及时的用药 所以呢我们都恢复的还挺好的 但是当时呢一直到现在吧 很多人都说不用用 不需要小孩子是很安全的 小孩子没有关系 所以当时我们还 跟儿科医生联系过 儿科医生也说没有关系 然后 我们当时孩子 两天就好了 就是老大从来没有发过烧 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然后老二的话 发了两天烧 然后等测出来阳性的时候 已经都退烧了 孩子都完全都已经好了 但是呢 我们好了之后 大概三周吧 四周 我们好了一个月之后 小孩就去上了一个 去那个 C World 一个camp 玩了一个礼拜 然后玩回来之后 也是好好的 可是过了两天之后 就突然有一天 下午 他说上午我们还去公园员玩 下午他就躺在沙发上 就没有力气 然后我说带你出去 溜一圈 然后孩子就说他传不过来气 然后我也没有在意 然后我们就出去走 他就一直想找地方坐 然后就觉得点不太对劲 我就正好家里有血氧仪 就测了一下 发现心跳快 血氧还是正常的 然后当时呢 我就用了我们感染时候的一些药物 减少的剂量给小孩用 当时呢就觉得用好了之后 他就有缓解 然后我就去带孩子去了医院 查了所有的 医生给我们查了一堆 什么C反应蛋白啊 血肠硅啊 还有什么 反正就全部都查了 查了都是正常的 然后医生就说没问题 但是我说孩子就是不能跑了 就从那天开始就不能跑了 会心慌气短 他说想要晕倒 然后医生就给我们 refer到心脏课的 儿童心脏课专家 在那里做了心脏的采钞 做完之后 医生说什么问题都没有 他说你只要给小孩 补充电解质就好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医生说 我说应该是那个病毒造成的问题 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医生说 孩子中间没有 医生说我从来没见过 所以当时就让我们回家 就说慢慢会好 然后就这样又过了一个半月吧 又过了一个半月到 到情人节的时候 刚过完情人节两天 然后白天上学还好好的 那个时候他就上体育课 就已经开始不可以跑 我就跟老师说了 他就只能在体育课上走一走 不能跟别的小朋友一起跑 也不能玩那些比较剧烈的球类活动 但是那天晚上他就腿开始抖 就是坐在沙发上 他腿盘着坐 我说你怎么腿在抖 我说这好没有礼貌 然后我就扶住他的腿 他就不抖了 然后孩子还小 因为我那孩子当时才八岁多 他就没有 也没有跟我说是他控制不住 是后来又过了两年 最近他还跟我说 他妈妈你知道当时 其实我控制不住 腿在抖动 可是当时我不知道 他也没有说 然后我扶住他之后 他就不动了 但是当天夜里睡觉的时候 他突然大概夜里 大概两点多钟 两三点钟 突然他就坐起来 他就就这样大口的 就这样喘气 然后他就妈妈 我喘不过来气 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家里 有那种运动员用的 Amazon买的那种氧气瓶 我就给他 我就给他吸 然后吃了四分之一 大概是有四十几毫克的吧 80毫克可能是那个R4P0 然后他说他好一点了 但是呢他就 他说他觉得 楼上的那个空气 还是不够好 我们就把窗户打开 对着窗户他说好一点 但他要求要下楼 因为楼下的层高要高一些 然后从那天 从那天晚上的 三点多钟开始 就一直都是在楼下 然后在楼下 他就 他就说他痛 就是我不能碰他 就我碰他的胳膊 我搂着他 他说你不要碰我 他说痛 他说你为什么这么用力 可是我完全没有用力 然后他说他想吐 然后发烧 烧到我记得好像是100度多一点 101度可能 就是在100到101这样子 我给他用了一次泰诺 然后大概能降到99度左右 但是就再也降不下来了 然后那一天早上我就 8点钟 7点多钟嘛 我就跟医生联系 所以早上9点多钟 医生就把我 就给我加了腮 就让我去赶快去看他 然后因为第一次才一个多月嘛 所以这次检查的时候 医生说 我觉得好像也出来什么 然后你要想验血 再去验一下血 但是小孩的那个 因为心电脑 才做过 他的问题 然后他就 他就说我给你测一个 Flu AB 然后再测一个 COVID 就当时所有的那些流行的 那些病 因为当时二月份嘛 把所有的当时流行的那些 都测一遍 然后呢 测出来到当天晚上出来 结果全是negative的 然后我说 这个可能还是之前 我们感染的影响 医生说我没见过 他说我不觉得是 他说你回去给小孩 我也退烧药 我说跟孩子这样 再接下去 我怕要出危险 医生说如果再出危险 我说怎么办呢 他说那你就送急诊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不负责任的说法吧 然后那天我回来之后 我就 因为在第一次发作 和第二次发作之间 有一个半月 我也试图想去找到原因 因为我们没有打过疫苗 很多人 你有没有打过疫苗 我没有打过疫苗 我们全家都没有打疫苗 然后 然后当时我就读了很多文章 其中有一篇paper 他就说 说这个病毒有可能呢 会引起 redox的一个imbalance 然后呢 会造成线粒体功能的一些 malfunction 所以那个时候 我在那之前嘛 在我们感染之前 其实我已经接触到 Acea 但是吧 讲句实话 我觉得这个有点贵 然后呢 当时呢 再加上我跟我先生 都已经好了 我老大也没有明显的反应 所以到我老二那会儿 有反应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 是不是应该用在 我小孩身上 虽然它是个supplemental 然后好像看上去 去医生说 也没有这么严重 然后 但是到那一天 第二次发作 然后从医院回来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 我必须得试这个 因为之前的所有的东西 我都已经试过了 然后对我孩子来说 它不是positive的 可是我明显的 看到它在受这个影响 而且从医院回来之后 他就突然闻 那个刚做出来的米饭的味道 他闻出来是臭的 只是在飘着热气 他就觉得是臭的 然后肉还有 他要吃cake 然后我老公就自己 搅的那个 搅的那个cream 他都说味道很难闻 所以我那时候 就一下子就知道 说这个肯定不对 然后就这么 这么罕见的东西 就发生在我小孩身上 所以那天我就 找Jennifer 我就说 我要赶快拿到这个 拿到这个水 因为我怕 我怕再往后的话 再过再蹭一天 他可能都蹭不住了 然后 当天就是孩子 因为我买了嘛 下单还得等三天 所以Jennifer 就帮我找到 我们local的一个姐妹 到晚上九点多钟 我赶到人家家里去 那个姐妹也非常的好 然后她就 她就给了我 然后给了我两瓶 然后她说 味道有点难闻 然后所以 第一次喝 可能孩子不接受 所以我就放在 冷冰冰箱里面 又冷藏了好几个小时 然后孩子呢 就是一直就是属于 像那种昏迷 但是 但是她的意识是清醒的 可是呢 她就一直在呻吟 就是她说 妈妈 我还不如死了 她说太疼了 她说难受 就是做也 做是做不起来的 她整个人就滑倒 在沙发上 但是呢 她也躺着也不舒服 但是翻身又翻不动 完全没有办法站 我们送到医院 是我老公抱着她 因为她有点重 都是我老公抱着的 然后已经没有办法 坐在医生的那个 整台上 然后当天晚上 孩子就也睡不着 就整个一天 她就是在呻吟 然后从凌晨三点钟吧 呻吟到当天夜里的两点多钟 她中间迷迷糊糊想睡 但她睡不着 也没有吃任何东西 也没有上厕所 所以我非常担心 然后到两点多钟 我觉得这个水 应该差不多凉了 可以喝了 然后就拿了吸管 倒出来两盎司 然后给她用 然后呢 她当时她就很难喝 非常难闻 很奇怪的味道 所以呢 她就 我说那你就 因为林医生之前 分享过嘛 就是可以在嘴里含一含 然后可以吐掉 我说那你就竖竖口 竖竖口你就把它吐掉 嗯 然后她当时竖口了之后 她吐掉 就就含一含 因为两盎司 其实可以竖好多口 然后含完了 她吐掉了之后呢 呃 我就摸她后背 发现她就开始退烧 其实非常快 我非常 我觉得可能就是 嗯 嗯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了 但是就是非常快 在我孩子的身上 就是在老二的身上 就是非常非常的快 就是喝 就含了之后 咕咕咕咕咕咕咕 然后吐掉 然后就把她两盎司 用掉了之后 其实当时林医生 毕业里给我 晚上给我打电话了 呃 说是用用到八盎司吗 每天四次 每次两盎司 当时你跟我说 然后我当时两盎司给她用 但是她没有喝掉 我有点担心 可是可是 睡完了之后 她的后背是出汗的 我就知道 她好像退烧了 因为在那之前 她吃退烧药 她也不出汗 身上还是摸的是烫的 然后她就想睡了 我说那你就闭上眼睡 然后迷迷糊糊 她那天晚上就睡着了 睡着了 一夜都在出汗 而且是在 沙发上 嗯 一天早上大概六七点钟吧 她醒来 我让她 又是寒了 然后再吐掉 她大概喝掉一半 然后吐掉一半 然后早上含完了之后 她就 想上厕所了 但是还是不能吃东西 她始终是闻东西 都是臭的 但是她想喝一点稀饭 但是必须要把它冷凉了 但是她就能自己跑下沙发 然后就 因为我们卫星间比较远 走过 跑过走廊 然后她就去上厕所 哎 我就觉得 应该是有用了 所以到中午的时候 我又给她喂了两盎司 然后喂完了之后 我去接老大 还有小朋友就接回家 就出去了两个小时 然后等回来的时候 她说妈妈你知道吗 她说我那个上了大号 她说好多好多 她说我把马桶给堵了 然后爸爸帮我去 又去那个 又去通马桶 然后我就知道 这应该是个比较好的反应 而且她就已经可以跑来跑去了 就明显的就24小时之前 和那24小时之后 是就是天地之差 但是呢 她那天 那6盎司之后 她就 她就开始拉完肚子之后 她想吃东西 可是呢 她看的东西 一闻那个味道 一闻热的蒸汽 她就觉得臭 然后她就开始 她说她肚子疼 可能是胃疼 她就想吐 然后当天晚上就吐了 但是也没吃什么东西 所以吐不出来 吐多酸水 所以我估计可能是喝多了 然后呢 我就说那今天就停下来 然后后来 林医生就说 那就6盎司 就keep在这个量上 那后面到第二天再喝的时候 就没有这个反应了 所以就在孩子用药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大人吧 就是还是根据孩子的情况走 但是不要轻易的去停止她 然后第二天 第三天就都是这样 一个礼拜之后 她就去上学了 然后还是同样的问题 不能跑 不能玩嘎嘎包 可是呢 除此之外 老师看不出来 她有任何的异常 以至于体育老师都说 你的孩子好好的 为什么你不让她上体育课 不要跑 但是我孩子 我是监控她心跳的 用那个智能手表 她确实心跳 还是比正常的要快一些 然后大概就这样 过了一个月吧 我觉得这个量 可能还是不够 我觉得林医生建议的 8盎司的量 可能还要加上去 我又给她加了一次 就又给她加了2盎司 然后加上去了之后 大概又过了两个多月吧 然后她突然有一天回来 她说妈妈 我可以玩嘎嘎包 所以那大概是在那个学年 都快要结束的时候 然后我就挺 挺惊讶的 我觉得挺好 然后 但是呢 她的嗅觉不正常 比如说啊 就是闻那个 我们这边有很多小狗的 那个垃圾桶 那闻那个狗的瀑布 她闻到的是巧克力的味道 然后她会闻到一些肉的味道 是焦糊的味道 然后闻到有一些肉的味道 比如说猪肉的味道 是特别的难闻 嗯 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味道 但是全部都是反的 然后那个时候 我老大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嗯 所以呢 当时就两个孩子开始喝 喝阿西亚 然后 然后后来呢 就是各种途径嘛 然后又知道那个 Renew28 那个凝胶 可以涂在孩子的后背上 它相当于是另外一个passway 这也是我想跟 很多朋友们share的分享 就是如果你在喝水的时候 其实你还同时可以涂后背 因为涂在这些 涂在这个皮肤上 那个皮肤的吸收 和皮肤的那个排毒 跟你喝到肚子里面 那是两个不同的排毒的passway 两个不同的路径 所以他们互相不影响 那我就在每天晚上 孩子睡觉的时候 上床的时候 就给他们涂后背 然后就这样 又过了大概三四个月吧 我们是孩子第二次发病 是在二月中嘛 然后大概到五六月份的时候 他就运动方面的 那个受限就没有了 但是嗅觉一直持续到 七月到八月初 他之前不能吃鸡蛋 因为鸡蛋闻上去很臭 但是我们出去一趟 回来了之后 药都没有断 药我都是带在 就是阿西亚和Renew28 我们都是带在路上用的 然后等到最后 在我们trip去东海岸去玩 trip的最后一天 我吃个鸡蛋的东西 然后他说他想尝一尝 然后他说 哎妈妈我味道对了 所以整个的过程 其实家长要非常有耐心 因为我们从11月份第一次 11月底第一次感染 到1月份 到12月25号 Christmas第一次发作 然后到2月中旬 2月17号第二次发作 然后到后面的恢复 其实你能看到我们 其实持续了将近有一年的时间 对于小的这个孩子 那那个我的 我的这个大的这个孩子呢 他没有在急性期 他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 然后他自己也没感到不舒服 除了有一天半夜里咳嗽 但是在我们老二 大概就是两个多月 两个半月之后 出现嗅觉异常的时候 其实老大也出现了嗅觉异常 几乎就是前后脚 先是闻什么东西 都有garlic的味道 就是他觉得什么都放garlic了 可是我没有放garlic 然后后面他就是 不能用garlic salt 不能菜里面不能加garlic 然后不能吃猪肉 不能吃鸡蛋 然后大的反而就是说 这个嗅觉异常的这个问题 持续的比小的还要更久 然后后来我就也给他用到 然后就给他喝 然后喝的话 他没有任何反应 像小的所有的这种排毒反应 其实很多家里说 哎呀我孩子喝了有反应 比如说失睡啊 比如说拉肚子啊 比如说胃不舒服啊 其实有反应是好事 因为小的有反应 就让我能够知道 这个药对他起到什么作用 可以去调整药量 反倒是大的喝到16盎司 他都没有任何反应 然后我就给他16盎司 喝到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后来他说 我自己想剪下来 然后同时我说那我给你涂凝胶 然后还有用这个阿西亚 滴那个鼻子和眼睛 因为老大的肝眼症很严重 所以他滴了眼睛之后 他到滴眼睛 他一直都要要滴的 然后滴鼻子 他也觉得会对他的嗅觉有帮助 然后也是从去年11月到现在 其实老大的嗅觉问题 到现在都还有 可是他现在就是能吃更多的东西 除了鸡蛋可能不能吃 然后其他现在所有的各种肉 他现在都可以吃了 他觉得会有一点不正常味道 但是他现在已经变化了很多 那我想说的是 对于这样一种比较 比较持续比较长的一个病毒的影响 那可能是我们身体的线粒体功能 本身就是被 就是说被病毒影响的不平衡了 那需要有一种东西帮助我们 去让这个线粒体细胞的这个工作 恢复正常 这是我的理解 而且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两个孩子上是看的是比较特别的明显的 然后呢 就是我还想分享一个就是关于如果你急性感染应该怎么办 或者说你暴露在感染急性的病毒性的感染里面 你应该怎么做 特别是呼吸道的感染 那我们家呢就是很不幸因为我先生出去工作 他经常有国际的同事来出差 所以第一次呢我们前年是被他的这些国际出差的同事感染了 那去年年底的时候他又再次不幸的被感染了 然后呢他感染之后我就让他回家 然后每天呢是喝16盎司的Asia 分四次喝 早上一起床 然后过三四个小时 然后下午一次 然后到晚上睡觉前一次 他喝Asia大概喝了 就回来家第一天喝了之后 第二天基本就开始退烧了 然后两天 两天之后 他就退烧 基本就退清了 然后喝了三天之后 他感觉就已经好了 虽然检测还是阳性的 但是五天之后 五到七天吧 他就检测就是阴性的了 然后在这个期间呢 我就是让他用维生素D 因为他长期做办公室 运动和户外非常的少 所以呢他是维生素D 然后他头疼呢 就我们家就是一头疼吃NAC 就立刻就会好 所以他就会吃一个NAC 但是Asia还有VC 就是这几样 然后第二次感染的话就非常的快 五天就出来了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然后一个礼拜之后 一个半礼拜之后吧 我们就出去travel了 然后呢 他每一次 我先生每一次感染 都是呼吸道感染 然后很容易就是下到 肢气管和肺部 那第一次他就是肺炎 第二次呢 他又是咳嗽 咳得很深 胸闷 胸口发紧 然后胸部有点痛 然后第二次呢 因为用药比较及时 所以当时呢是好了 可是呢就是还有一点咳嗽 当时有一点咳嗽的时候呢 是做了物化 做了物化就不咳了 可是我们出去 坐飞机的时候 他就又咳嗽 呃又咳嗽了之后 呃回来了之后 又咳了两三个星期 他很懒 他没有做物化 结果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继续用ACR做物化 然后呃做了三天嘛 就全部都好了 所以就是说他无论对嗯呃急性的还是慢性的 就是你要用 只要你呃就是按照计划去用 然后根据身体的情况去做调整 呃他都会帮到你 就是我的理解 呃然后就是使用的呃这个ACR的水 除了可以喝 你也可以用它来做物化 然后你可以用它来滴眼睛 也可以用它来滴鼻子 特别是呼吸到刚开始有感染的时候 或者你接触很多人 你觉得有可能暴露在这种风险之中的时候 回来家晚上就可以用ACR去滴鼻子 那我们用过双氧水 双氧水的问题是 我用了一周之后就会感觉呃鼻腔到那个喉咙 这里有灼烧感 呃所以不不太能够长期用 可是ACR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这样是可以用的 而且用量非常的少 呃呃对于就是说经济上来说 有负担的嗯家庭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呃这就是我想分享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呃疑问 或者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 那谢谢韩金姐妹就这么详细的 把你自己的经历分享出来 呃我 我们ados担好 两个 пожалуйста